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仁浦 因为这一次是因为食品安全的疑虑 大家就开始注意到 原来国际上有些机构 会针对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致癌物质进行分类 像之前飞飞养的苏丹宏 他是被归类在 致癌剂的第三集 那我们生活中有哪些物质 可能是有致癌的风险,他们是怎么分籍的呢?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 国际的机构,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指标 来做致癌物的分类 那常见的分类有哪几集? 更还有哪些例子呢? 如果要进行致癌物质的分类 就要提到这个单位叫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英文简称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这个机构呢,它是世界 卫生组织下的一个机构,一个跨政府机构 在1965年成立,目前 总部是设立在法国的里昂 那这个IARC目前主要的 任务是,针对于癌症的病因 进行相关的研究,然后 对于癌症的流行病学做调查和研究 并且把全世界跟癌症相关的 研究论文做下整理 然后依据这些 学术上面的资料 对于各种可能的致癌物进行分类 目前呢,这个IARC 对于各种不同的物质,它的致癌性 分为以下的四大类 其中第一类就是,确定对人类 具有致癌性,就是它会引发癌症的 那其中2A2B的第二类就是 有可能会产生致癌性 只是还有分为 可能性的高或低 2A就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致癌 2B就是有可能造成致癌 那第三类就是,有些证据指出 它可能跟致癌有关 但还不是很确定,叫做不能确定的是第三类 其实前三类就是所谓的致癌物 1 2 3,那其中2再分2A2B 如果没有任何的证据指出 它跟致癌的机制有关 那我们就把它归在第四类 第四类就是,没有办法分在前三类 就是对,我们人体基本上是没有致癌作用的 也没有相关证据的 如果有证据,但人不足就会上升到第三 那如果证据再强一点,就要到第二B 如果证据非常多 就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致癌的 那就是2A,如果已确定 证据实在太多了 就把它分在第一类 第一类就是,已经确认了它具有致癌性 好,那有关于各种不同致癌物质 它的分类等级是怎么样定义的呢 那我们看IRC它的一些标准 那总共有几个面向 有关于人体的致癌性的流行病学 就是直接从医院看到 我们各地区接触不同物质 然后他们致癌的机遇,这个证据非常的直接 就是流行病学下面的研究 就是比如说抽烟人口 它的癌症基础多高 它们的相关性多高 就是直接引发 产生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 那另外一群叫做 另外一种证据叫做动物实验 我不能拿人直接做一些实验 我就拿动物 让它曝露在这些致癌物质上 然后看它产生癌症的几率 就可以得到动物实验的证据 那不论是人类的流行病学 还是动物实验的强烈这些证据 其实都比较像是实际上 生物个体的一些相关的证据研究 这边的证据强度 大概在IAR是一分为四种不同的程度 一种叫充分证据 证据非常非常多 也有叫不完全充分 一个是证据有限 跟证据是不足的 它在所谓的动物的 人体或动物的癌症的病发的 这个机遇的研究来讲 就分为四种不同的证据强度 充分不完全充分 有限跟不足 但也有些实验是针对 我把这个质害物放进细胞里 看它的基因突变 或是基因修复的一些 致癌的基转 就是在细胞跟分子层次做的研究 如果是属于这种 比较是试管内的研究 在细胞阶层内的研究 它的证据 可分为强烈证据 有限证据 跟证据不足 这三个层级 好那因为这 不论是有关于 人体或动物实验的这个 证据强度 或者是在细胞分子的一个 致病致癌基转的这个证据 它都有分不同的层级 所以呢 我们这个IARC 就透过这些不同面向的层级 开始做分类 如果今天你这个自癌 这个物质 那可能怀疑它是自癌物质 发现在流行弊学 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指出 它对人具有自癌性 那当然标准的 它就是第一级 确定为自癌因子 但也有可能 它的流行弊学 比较有限或不足 成绩没有那么高 可是呢 它对于这个自癌基转 有很强烈的证据 而且动物的这个证据 也蛮充分的 那还是被放在第一级 所以有三个面向 然后这三个面向 如果都蛮前面 就证据性蛮强的 就会被放在第一级 那第一级的 已经确定是自癌因子 有什么 就是烟草 不论你用吸的还是嚼的 二手烟 檳榔甲醛 还有酒精饮料 加工过的肉 这个其实很严重 就是有些腌制品的肉 加工过的肉 也被证明会呈生致癌 那这个HPV 是人类乳涂装病毒 这也被确认是 会引发子宫颈癌的 另外像我们的 可能就黄渠毒素 另外里面消防员 因为他们的职业成分 会浮露到一些 悬浮的灰层颗粒 那也被确定是会致癌的 所以消防员本身 他也是浮露在 致癌因子下的 那这是有关于 致癌因子第一级 就是确认对人类 有致癌效果的 那第二级呢 叫做极有可能 就会是他可能是 非常有可能是 致癌因子的 Probably 那可能就是在 流行病学上的证据 是有限的 但动物证据蛮充分的 那这个也发现了一些 致癌基准的证据 或者是流行病学 那这个证据是不足等 但是实验证据 动物证据是很充分的 然后自然基准是强烈支持的 好看三个指标 有一个很强 那就可能会放在2A级 或者下面这个 在第一点点 就是流行病学是有限 但是在动物证据是不完全充分 在自然基准是强烈的 所以至少有一个是蛮强烈的 就是在等级上比较前面的 就会放在2A这一级 但他又比第一级 一级来的弱一点点 这就叫做极有可能成为 我们的致癌因子的 好有什么呢 高温油炸都产生的 这些悬浮颗粒 或是一些气体 还有红肉也是 我们腸脂红肉 其实跟大腸脂癌很有关系的 另外就是像一些 广效性的有机磷除草剂 这是在过去常使用的除草剂 DDT也是过去常用的杀虫剂 不过这些都已经被放在2A级 所以对人体有害 目前都是禁用状态的 好这是2A级 那2B级的 那成疑在低一点点 就是可能为致癌因子 而不是前面所讲的极有可能 就是可能性比较低一点点 好我们看它的 在三个指标上 流行病学的证据是有限 动物实验是不完全充分 但是致癌基础也是有限 看三个都有限或不足 所以三个面向都比较弱一点点 流行病学的证据不足 动物实验是充分的 但是我们的致癌基础是存在 那所谓的存在是什么呢 你只要强烈或有限或不足 但致癌你都有 证据可能比较弱 但是有就叫做存在 所以它的层级会更低一点 这叫2B级 叫做可能它也许会是个致癌因子 好那除了上面之外 还有一些不同的面向 像这个是流行病学不足 或是实验 动物实验的不完全充分 但是它的这个致癌基础也要强烈 好这一项非常的强 但前面两个面向比较弱 所以还有比2A再弱一些些 或是这边所提到的流行病学有限 动物实验是充分的 但致癌基础是强烈的 前面两个不太好 但是第三个面向就蛮强烈 这可能就是被放在2B的原因 所以它成绩比2A再低一点 好那所谓的2B级的致癌因子 有什么呢 引擎的废弃就是汽车的 另外呢有些所谓的射频电池厂 就是手机会发出的一些能量 也被认为可能是属于 致癌因子的一些证据 所以连手机都有可能是2B级的 这个致癌的一个因子 好另外像有些很特别的 像芦荟萃萃取液 还有这个腌制蔬菜就是泡菜 有些泡菜经过巴酵腌制 也被证明跟某些癌症有关系 那乙泉也是 那还有接下来这个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阿斯巴田一个人工肝胃器 很多的饮料都会加它 因为很多可能有高血糖患者 或是糖尿病患者 他不能直接吃到真的糖 他就用代糖来取代糖 来增加甜味 很多的饮料都有 但是呢在2023年7月14号 这个IARC就公告了 这个阿斯巴田它升级到2B级 它是个可能的致癌因子 所以很多的饮料公司 就必须把阿斯巴田拿掉 来符合法规 或是来维护民众的健康 做成这个饮料业的一些冲击 阿斯巴田 在2023年7月14 升级到2B级 可能是致癌因子 好那接下来是第三集 就是它叫做无法归类 就是它有可能 但是很难被归类 叫无法归类为致癌因子 可是有些证据提出有可能 好那它就是 流行病学的证据是不足的 然后呢对于致癌激转的 相关证据是不存在 就没有 可是好像看到在流行病学上 有些相关 或者少数一些证据可以指出 它可能跟致癌有点关系 但是还没有办法缺了 就是第三集 第三集是致癌物质当中 最低的一集 好那第三集有哪些呢 就是生活中常看到的普拿藤 或是咖啡因就是咖啡 那咖啡其实在过去 有些证据指出 它会跟癌症有关系 所以原来它是放在2B级的 成绩更高 可是在16年的6月 就因为又有更多的证据指出 它好像对引发癌症 关系没有那么强 或是根本没有相关的证据 所以有新的证据 推翻之前的证据 那当然就证据就比较不足了 所以它在那个2016年6月 就从2B级降级到第三集 所以本来咖啡也被认为 跟癌症有关 降级到第三集 就是也许可能有关 但证据还不够强 好那另外就是剩下的一些 什么龙胆子 紫药水 染色剂等等 那很多的染剂 也是被放在第三集 有些证据提出 它可能跟致癌有关 但是证据性还不是很强 好那如果今天有个物质 它前面三集都没有 这些相关的规范或指标 指出它可能有致癌物质 致癌的现象 那就归在第四集 就是无证据 就认为它不属于致癌因子 就是上面没有提到的 例子的其他就可能是 那有关于这 一二三四前三集 是致癌因子 然后它致癌因子的强烈程度 或是证据程度有不同的归类 大家其实还是可以上网去查 有哪些是属于第一集 或2A或2B或第三集 因为我这边只能举一些例子 事实上在IRC的网站上 它的资料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有些物质比较少见 有些物质呢 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那我们对于这些物质 就要有一些警觉心 它可能跟致癌有点关系 给大家决定 感谢观看